第一次认识你 似是于人的盛会 你用南方的金片子 横扫千军万字 我叩问邻座老友 这女孩来自津花园 第二次 杨明温泉辩论星座的意涵 两个清纯的B型人 激荡出蓝色的火花 我原是射手座 竟一见射中丘比特的心 于是我跨越雀桥 静置奔赴芙蓉渡口 寻觅依孤义仙子 而你音讯渺然 听任我长笑仰天 忽然柳暗花明 你的电话筒内头 一片飞附奔流 我喜极欲弃 人悠然若冤明 未来三百年 普一阙合唱交响曲 再一次访问天堂 上帝生命的皱纹 使我不禁煽然泪下 他亲切地跟我握手 我却冷汗直流 所以转身黯然离去 天堂里奇花异会 看得我目眩神迷 一个个美女俊男 仿佛都异性阑珊 我想和他们寒暄 他们却视若无见 我想看那儿的万里长城 却只见床床空中楼阁 我想仿上界的才人硕士 却只瞅见 振振浅巧清平 我打了一个长长的盹 心底里一片浓雾 山珍海味全停列在四边 我不知如何举住 脚底下一股冷风 令我打了一个大喷嚏 我乃瞧瞧返航 扶一扶违心的衣袖 最难忘的镜头是 你和银华涌成一团 忽然觉得天清地宁 日月光灿 为什么争着穿军装 为什么忙着数分数 这世界不太妩媚 这岁月齐心怪状 你和云华平平凡凡 却都有一个朴素的志愿 为家园布种 为梅花奉献 什么样的理由 要限制木兰争得 军队是千秋不变的怪兽 你们却甘愿与野兽共舞 恐龙让离 入籍怀举 只是此刻起 你们结成了姊妹兄弟 多么美好的肥皂剧 淡淡的月色 淡淡的清风 两个女孩的住院 一个世代的云霞 你瞟了我一眼 下车了 留下怅然 十一种精致的化妆工具 有你的黑丝绸小袋中溢出 一百种曼妙的姿态 有你嵌秀的身体 洋溢 我坐在你右侧 命运的特别观赏者 你逃不了 也不想逃 一站站过去 忠义奇言 吉里岸 知三明德 四陵 剑坛 你是奇言 你是生坛 你是梦中之梦 实现于精臣十点 苗条的身材 微防的袖卷 流水般的眼神 淡了无痕的笑颜 你是京城台北的昭敦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条河 故乡的小河 童年的小河 山光和云影 在里头摸鱼 捞虾蜜蜂壳壳 偶然滑下去 自己爬起来 映照一牵引 初恋的城镇 涌住脑海中 海外有仙山 不如一条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树